老师,那是你的名字吗? 对 英文名字 来,我们来看一下算计不等式的应用 这里有两题,我们带回来看 先看一,一就是基本题 我教你欣赏题目 什么情况下会用到算计不等式 因为真正考试的时候,他不会给你这个 真正考试的时候 他不会告诉你,这题要用算计不等式 不会 我们来看看,什么情况下会用到算计不等 你看到题目 有两个相加 看到 你只要看到 有两个相加 或相成 这是第一个要件 第二个 你看到 他要你求 最大值 这是第二个要件 再讲一次,这是经验坛 或者 就是minimum 或者 max 或者max 这是最求最大值 知道吗 所以你考试的时候 他不会告诉你算计不等式 你看到有两个相加或两个相成 成立第一个条件 看到第二个条件 看到第二个条件 你看到他要你求最大值或最小值 那时候你要看到这两个条件 一成立 你考试的时候就要 耶 算计不等式 准备要用 你要这么开心 知道吗 如果是我考试 拿考卷下来 诶 两个东西相加 或相成 成立第一个 我手一定这样 再来 看到有没有 我就往后看题目 有没有求最大最小值 有 我有 两个条件都成立 我就耶 我就会看隔壁 的同学 嘿嘿嘿 我知道怎么做 你这时候你就笑脸 嘿嘿嘿 他就会害怕 隔壁的同学就害怕 我全都会忘记 我这要讲 所以我讲很重要 好来 接下来 当你看到这种 我建议你就直接先写算计不等式 提醒自己 行事是什么 我马上在旁边写 二分之A加V 大于等于根号AB 这样可以吗 你看到这种 哦 耶 二分之 算数平均数 大于等于集合平均数 你先写下来 然后你就观察题目给的是什么 是两个相加 对不对 哦 是不是两个相加 所以你就把这个2A 看成这个A 3B 看成这个B 知道吗 也就是你要把它看成 哦 原来你是公式原来的A 你是公式原来的B 所以这两个相加 你就把它放进来 OK 两个相乘 放进来 是不是2A乘以3B 是不是这样 哦 也就是这个A用2A代入 这个B用3B代入 你就会得到这个 没错 没错 好 再来 题目告诉你 2A加3B是多少 是4 对不对 所以上面的这个分子 是4 对不对 4除以2 是不是2 对哈 2A乘3B 是不是3A乘3B 是不是3A乘3B 是不是6A B 对 对 对哈 再来 对哈 对哈 因为2A加3B 是4 题目给的 4除以2 是不是2 好 再来 平方 2的平方 是不是4 因为我重点要去根号 去根号 所以6 根号A B 是变6A B 对哈 题目要求什么 A B的最大值 所以你就只要把整理成A B 从这个变这个怎么变 是不是要同时除以6 4除以6 是不是变2三分之2 你会做吗 喂 4除以6等于2三分之2 不会 4除以6等于2三分之2 又二约 是不是3分之2 这样好 所以是不是3分之2大于等于AB 所以表示AB的最大值就是3分之2 这样了解哈 好 最大值发生时的AB值 你还记得算计不等是什么时候等号会成立 你还记得吗 教过 是不是A跟B相等的时候会成立 对不对 对不对 什么时候等号会成立 也就是他最大值会发生的时候 就是等号成立的时候 对不对 对哦 所以什么时候会成立呢 等号成立的时候 你这里写2A加3B会等于6分之 来老师跟你讲哈 你这个写法这个很不优 我写优的给你看 我们知道哈 我来跟你讲 算计不等是成立的时候等号成立的时候 是A跟B等号成立 对不对 也就是 这边2A要等于3B的时候等号会成立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写啊 我觉得不好 我应该这么写 我用红 我写在旁边哈 我觉得不优 我写优的好了哈 你应该这么解释 可能比较容易 当等号成立的时候 2A要等于3B 可以吗 2A要等于3B 我现在就是原本的A跟原本的B 也就是这一整块 是不是要一样 可以哈 好 两个这个加这个会一样 表示这两个一样 对不对 两个一样的数相加是等于4 岂不是就把4分一半吗 你拿2我拿2 所以这样 是不是他是2 2A等于2 也就是2乘上A要等于2 所以A等于多少 2乘多少会等于2 对啊 A就是1 这样写不是容易多了 3乘上B要等于2 所以B要等于多少 2 是不是除以2除以3 是不是等于3分之2 这样懂了吗 老师 但是我怕我会忘记 为什么会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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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写慢一点 好吧 这个来由是因为2A等于2 所以A等于2 除以2嘛 2除以2 是不是等于1 好 再来 这个由来 上面这个哈 就是2A等于2 下面这个就是3B等于2 所以是3B等于2 所以两边同除以3B等于2除以3 这样OK 这样写可能比较好 你这个写法我觉得不OK 哦 原来就这样 这样比较容易听见 好嘞 OK 好嘞